大家好 周休假期要到了 你要准备安排一些活动 更重要的是要准备大扫除 因为这个周休假期的天气条件来说 还不错 所以赶快洗衣服 晒被子 把家里面打扫干净 因为下个礼拜就要准备过年 不过今天的傍晚的6点10分 在西半部地区的朋友 都有感觉到有感地震 所以气象的一开始 我就先来讲一讲地震的震央了 先来注意到震央的位置 是在嘉义县政府东北方1.2公里 时间点是在傍晚的6点10分的时候 位置就在嘉义县的太保市 它的深度浅层地震14公里 再来规模是4.6 那有感的部分 我们从这张图上都可以注意到 从桃园以南一直到高雄以北都有感 震度的部分来说 是在以嘉义这边最明显 有这样太保市有达到了四级的震度 一个地震的能量释放 还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我们台湾未处于地震带 能量的压力来说 其实已经累积了蛮多了 所以平常你要有防震的知识 跟防震的准备 更重要一点 在你所处的位置跟地方 你要特别了解 哪些地方是最安全的 因为地震什么时候发生 我们没有办法知道 但多一分准备 减少一分的损失 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 再来我们来讲天气了 先来注意到 下个礼拜要准备过年了 许多朋友准备要安排一些活动 有些朋友准备要返乡 那我们就来看看 未来一个礼拜 包含了下 下个礼拜的大年初一跟初二的天气 会是怎么样的变化 先来注意到 在这个礼拜六日 好天气喔 气温的部分 北部升到23度 南部地区可以升到26到27 温度上升了 适合大扫除 赶快准备扫 再不扫来不及了 因为要准备过年了 那到了礼拜一到礼拜二 跟礼拜三的时候 北部跟东部地区会飘雨了 因为东北季风要开始增强了 而在中南部来说 是天气晴了 可是到了礼拜三的飘雨的状况 会变得开始更为明显 连中部地区都要飘了 因为最主要 华南云带要开始逐渐的接近了 接着礼拜四 礼拜四天气状况来说 刚好就小年夜 这边是小年夜 小年夜的话 天气形态来说 最主要在于东北季风再度的增强 而且已经强度达到冷气团的程度 所以礼拜四的晚上 到礼拜五的清晨 也就除夕的天亮之前的时候 在3000公尺的高山 因为只要水气够的话 温度都在零度以下 所以3000公尺以上高山 再讲一次 不要跑到七星山 七星山没那么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就3000公尺以上高山 大坝间 齐来 或者荷欢山 碰点运气 水气要够 那就有机会 有飘雪的机会 在小年夜的晚上 那到了除夕呢 你可以注意到 更强的冷空气下来了 温度下降幅度变得更为明显 北部地区降到12度的低温 除夕的天气 从有点短暂雨 开始转为多云的天气 最重要一点 在除夕这一天 干冷空气开始进来了 所以我们的冷 是湿冷的感觉 在除夕之前明显 到了除夕之后 开始转为干冷的天气 大家特别注意 大年初一之后到初二 这一段时间 要特别注意的是 因为干燥冷空气的影响 加上北方高压往南移动 所以冷度来说 大约在北部地区 会在11度的低温 有没有机会到寒流 我们就要看 这高压下来的纬度 有没有变得更低 它如果纬度 再往南压一点的话 甚至冷空气的强度 会让在下个六日 接近到寒流的程度 不过到大年初三 初四 温度就要上升了 所以除夕的时候 是干燥的冷空气要下来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云层了 先来注意到 真实色彩的云层当中 云带发展主要都在 这个长江以北 跟浙江这边的逐渐东移 这就华南云带 那华南云带水汽 在通过过程当中 韩国 日本有局部性的下雨 过两天就被下雪了 所以你过两天 要到这高纬度地区要注意 那台湾上空呢 今天只有一些云带通过北台湾 所以中南部来说 只有多云到多云时勤的天气 那雨量图部分也可以看到 今天的降雨只有北部海岸线 东部地区的淫风 因为今天吹东北风关系 有些降雨的状况出现 不过呢 从卫星云图上也可以注意到 明天这边的水汽 仍然在高纬度通过 我们台湾上空呢 会随着高压系统开始 逐渐东移之后 明天风向吹得东北东风 冷空气的强度开始减弱 所以在东半部地区就变多云时勤了 连西半部地区就天气晴朗 那北部地区的阳光也有机会露点脸 台北西边 台北东边没什么机会 云层还是偏多 因为迎风面的关系 所以整体天气形态说 在周休假期你可以好好的大扫除 接着我们来看看一个时间点 除夕当天 除夕的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高压正在冬移 这是除夕当天 2月9号除夕晚上就是这个高压 从北往南快速下来 它如果纬度低一点 带进来的强冷空气 就会在初一初二的时候 使得我们的温度达到强烈大陆冷气团 甚至有机会接近寒流的程度 所以就要看等到了小年夜之后 下来的冷高压的纬度 究竟它是不是比较偏南一些 我们接着就来看看 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凉凉的 白天的高温可以比今天上升两度了 云层量来说 还是在北部多一点 到了苗栗以南阳光露脸 中部地区天气晴朗 可是日夜温差非常大 云嘉南到达11度的日夜温差 南部地区中午还是到了28度 东半部地区的话 是早晚云层多一些 可是阳光有机会开始露脸 而到外岛地区夜晚温度寒冷 像马祖只有10度 未来一个礼拜可以看到 东北风强度在周一开始增强 周一周二都是北部东部有雨 周三降雨范围变大了 周四开始华南云带影响 到周五除夕的时候 也是华南云带影响 所以小年夜到除夕是湿冷的感觉 雨的部分要到除夕晚上的时候 雨才会少 那到了外岛地区夜晚温度到 小年夜除夕已经降到7度 小叮咛 两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高山旅游穿着保暖 海边的风还是偏大 海边城镇的朋友 骑车测风墙要注意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